Yeah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一台 10年的187型118i 緊接著來各位來看一下這台的 外面的板金 還有我們的內部裝潢吧 剛剛呢巡視了一下外觀齁 目前來說的話 可能就是我們 副駕駛後面這個門 這個乘客的齁 右邊乘客門 你看到這邊 它這邊可能板金上要比較費工一點 插傷 這個有插傷 車胸 還有凹進去 所以這裡要做處理 這個敖半吧 這邊應該有去A道啦 你看這邊有裂開的 我們都很仔細的 這個都要在整理 對 這個都要在整理 駕駛座這裡的話 前後就比較正常了 胎穩喔 已經淺了 已經見底了 這個用手去摸一下 大概就知道了 OK 那我們準備來看引擎室囉 送車一定有漏油 哇 我們講得這麼直接啊 就是直接告訴大家 一定有漏油 大家還記得吧 這個年份是2010年的喔 2010年的 對 這個 這個地方好了嗎 縮縮絲絲的 它就是稍微剩油了 對 剩一點油 沒有到很嚴重 但是就是油 有縮小的 要稍微處理一下 螺絲的部分 不錯 好 巡視完畢 沒有什麼大狀 小的插傷這種東西都算是還好 好 貼紙也還在 好 貼紙也還在 這邊也有SPORT點 好 好 貼紙也有點脫了 但也是一個長的 對 這個還好啦 這不好猜 直接看 貼紙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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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 可以 貼紙 貼紙 貼紙也在 在 可以 好 看另外一邊 我們拉桿還正常 好 貼紙 貼紙 行啊 好難得喔 2010年的耶 怎麼說也是 也是有12年了耶 不心不救的意思就是 還可以開很久啊 只要正常保養的話 這個半頭的時候是給你 我跟你講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首 什麼叫半頭的 我們一般現在Key Lease嘛 就是 其實你就是按了 然後放在旁邊就好 它這個要把這次再插進去 你知道嗎 所以它也是一隻Key 然後一鍵啟動 原來 它會動耶 我太久沒有介紹 到 這是我近年來 今年來介紹的等級最高的車 你看有多可憐就好 Hello Yeah 好 OK 那我們就直接要上車試駕了 OK啊 OK啊 試駕的圖裝呢 我會順便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台車的一些配備 還有它的內裝的部分 好 OK 那我們上車呢 試駕之前跟大家講一下 這台是2010年的2.0自然進氣 後輪驅動 那另外呢 有搭載的是 六速手自排 那我們等一下馬上要開上路了 在開上路之前呢 我們先看一下內裝的部分 好吧 OK OK 那正常 OK 電動窗 它有電動收走後視鏡喔 電動轍 是的 還好 還活著 還OK 然後左邊的我們大燈是感應式頭燈 OK 感應式的開關 對的 有感應式的開關在這邊 對 好的 然後這個算是 半多媒體方向盤 好 這個是有定數的 定數在這裡 看到了 對 定數在這裡 好 OK 音響控制鍵 這邊就是上下的選擇 下一手 上一手 冷氣升旋 然後這邊就是 音量 大小 那冷氣我試過的是算蠻正常的 很涼啊 然後呢 我剛剛上來的時候也有發現 像它這個TEMPO 它原廠一定不是這個顏色 原廠應該跟這個顏色一樣 對 那它為什麼會換這個呢 很簡單 那就是因為這個車比較久了 它的TEMPO可能有塌陷的問題 冰室這些都環保材質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其實 方向盤上面 有這一點點小的脫落 好 這個難免的 其實也可以做 其實可以做 前面這邊也是 這個油點就是日曬啦 曬太陽的關係 對 沒有錯 2.0自然進氣來 我們現在來試一下它整個的 動力的部分 可以耶 算是很有力 136匹的呢 136匹馬力 19公斤 我們說這種雙B的車 就是直接趕快 鎮一下 山路的 試看看它的情緒啦 試一下它深淺 早期四缸啦 現在新款四的都是改三缸了 三缸1.5 現在這是早期四缸2.0 2.0的 自然進氣 這個我也是要稍微講一點點 它的我不習慣的地方 底盤是很穩啊 底盤的穩定性很高 對 但就是說 其實我在開BMW跟賓士的車來講 因為這兩款比較容易大家比較嘛 這是個人想法 就分享給各位觀眾 我也覺得BMW的方向盤比較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有 對 就是開起來的話 以同等級的車系開起來的話 BMW的車系 它的方向盤比較重 蠻穩的啊 對 也很穩 沒有錯也很穩 但操控性上的話 就是看個人的喜歡啦 因為有的人他會習慣 方向盤重一點 像我爸就是喜歡方向盤重 可是我喜歡輕一點的 比較好扭 有沒有比較好扭 我會翻車 對那另外剛上來的時候 我有發現幾個點 都蠻可愛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我們好像沒有電動座椅 哦沒有 哈哈哈哈 對這樣拉的 另外就是說方向盤的部分啊 因為其他車款它會有那個 可調式的 這麼有可調式 但它這款就是做固定式的 沒有調 對我剛找很久 你看驚訝了 我們雖然試乘過或買過很多車 收過很多車 但是不是每一台的細節 我們都會記得 所以一定是當下 以現場的車來跟各位觀眾朋友介紹 不要笑我們 我們也是一直在學習 在成長啊 你看我剛剛就成長到了對不對 然後再來 剛剛有講到前面講的key歷史 它要先 遙控應該算遙控器 它等於說先把遙控器插進去 這也算i-key 這也算i-key 然後再按start 就變得比較尷尬啦 就是你的i-key一定要插啦 而且我擦掉沒有橫溫 對它是沒有橫溫空調的 這一輕車148萬 應該這麼講 因為當時嘛 所以這個148萬其實都是可接受範圍啦 可是你可以在148萬去享受到BMW 帶給你的整體的舒適感 跟它的安全性來講的話 其實也是值得 那另外就是這個車系本來就比較小 所以你會發現它前檔 比較短一點 對 可是它座位上是高的 就是以我這樣來做 但是我不會有壓迫感啦 我覺得是還好 我倒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蠻適合大眾開的 真的嗎 對 又是上班族 我覺得蠻適合上班族的 因為它整體外觀來講 畢竟是雙B嘛 畢竟雙B的車嘛 所以整體的外觀上 我覺得是OK的 我們當然 各位觀眾朋友一定要記住一件事 我們不能拿現代的車 去跟以前的車比 好 流線啊 比外觀啊 比錢包啊 會差 這一定會有差 但是我們以當下 我們要自己把我們自己回歸到2010年 這台車生產的年代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在當時它是很流行的 當時是潮流派 這個大家一定要有心態 沒錯 對不對 不然我們 為什麼以前拿老B來比 拿老B那就不用比啦 現在的每台車都坐那麼帥 對啊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要跟大家觀眾朋友去 講一下這種 思想跟邏輯的部分 而且這個是 不織布的 這個剛剛我們討論過這件事情 就是 其實一般我們都是坐皮椅嘛 但它這個內容是不織布的 這個布 其實我覺得做起來蠻舒服的 而且有一個好處就是 皮做久了會有點 會皺嘛 大家都知道會皺 但是它也有壞處 壞處就是它比較不好整理 對 好 那你皮久了 其實不管你皮久了還是不做久了 其實你還是要去做整理或更新 對啊 對 這主要是這樣 然後它的內裝我看起來 目前是沒有聞到任何的煙味 但是有啦 應該有抽過煙 可能有抽過煙 對 也許有一個可能是 這邊黃了 對 所以換掉Tembon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種顏色 一定是這種 對 剛剛我們的小秋哥教了我一件事說 這個叫做 老鼠色 老鼠色 但在我的眼中 它就是一個生米色 但它這樣用 Tembon 用黑色這樣其實蠻不違和 對 其實我覺得很好看 對啊 對 而且它 編完了之後 不知道編多久了 我覺得還蠻穩的 對 就還算蠻好的 不錯 然後等一下跟大家看 講一下公里數 它的公里數呢 10年下來跑的有點多啦 12年跑了 28萬 然後我在剛剛這段路上面 在試乘的時候 我發現它的變速箱 非常正常 那個底盤的穩定度 也非常的OK 直線加速上 其實我覺得 有點超越啦 就是怎麼說呢 一個12年的車 在我剛剛直線加速的時候 感覺是很良好的 有沒有 而且我覺得它的隔音效果 算蠻棒的 因為風切聲其實我聽不太到 對 其實我聽不太到風切聲 好 那你會感覺到它整個的沉重感 我覺得是很棒的 因為它穩定度很高 那再來這種車 我覺得它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是它本身比較不搭 我覺得在市區裡面 跑來跑去算蠻好的 可以鑽啦 那我們等一下就回到店裡面囉 OK 剛剛我到了停下來以後 整個試乘完之後 發現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要跟大家講 它的水我發現不太夠 結果檢查 仔細檢查之下發現 靠北 這水箱我補的 哈哈 所以 我們已經問完了 要換整個水箱 2500大元 好 跟大家說 還好還好 這個東西我們都很仔細檢查的 有什麼需要更換的 我們都會跟大家說 好 OK 所以最後 我們總結下來 有哪些部分 我們要整理的呢 第一個 外觀的部分 我們要烤漆板金 第二 它的內裝的部分 我們要整個做大家清洗 第三 它的水箱要換掉 第四 它的parking電片 我們也要把它換掉 綜合剛剛這幾樣花費下來的成本 整理費用會約莫落在25000元 那我們的收購價格這台 多少錢呢 我們收購價格為 14萬元整 綜合以上 最後我們再加上 我們的人事管銷 還有我們的營鎖稅之後 最後我們的成本會落在於 大約20萬元 最後我們開價為 28萬8千元 最後各位觀眾朋友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關注我們 綜合事業區 我們會為您創造更優質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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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為您創造更優質的內容